我接到了父亲的书信 告诉我说 这只不过是新美农场的金钱的问题 我很快会回来 但是这句话讲错了 他永远再没有回来了 愉悦的出席讲座却带着一丝丝忧愁 高英杰分享自己在白色恐怖时期 父亲所遭遇的情况 家庭发生巨变 改变了自己在未来的生涯规划 另一位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难者周贤农 分享在高二那年参加社会主义的组织之后 被逮捕入狱八年 也让原本的医生梦碎 平行人生摄影展走入世新大学展出 期望让更多学生了解白色恐怖这段历史 我们希望能够让白色恐怖受难者的故事 然后透过比较平易近人的方式 然后来给大众来看 我们要了解这样的历史就是说如何我们去避免未来会有这些威权的体制发生 透过照片呈现以及政治受难者及家属到场分享 让原本没有注意白色恐怖的学生意识到历史的存在以及后续的影响 这些可能是受害者或受害者家人 就是这么近距离的跟我们谈论这件事情 就有点真的 就是白色恐怖其实离我们不远 假如我今天没有来听这场演讲的话 我觉得我一直会觉得说很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 甚至它很像就是 只是别人不干我的事的那种感觉 可是今天邀请到那些白色恐怖 有经历过白色恐怖的人 来讲述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就觉得它是很真实 它是真实的存在着 一旁留言板填满了便条纸 有的学生留言那样的时代不能重蹈覆彻 有的则珍惜现在自由民主的空气 而平行人生摄影展在世新大学展到12月1号 策展团队希望借着校园场域 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记忆 约细新闻 阿斯伯拉里亚台北市采访报导